大家好,这里是佛之园频道,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今天过后,钱多得花不完的,四,大生肖 一生富贵多金,特别是这个生肖 有意外大财之喜 一起来听今天过后运势挡不住 四,大生肖中 有助财运滚滚的幸运儿们 今天之后钱多到花不完 富贵享受无穷无尽 无需为吃穿发愁的朋友们 你们是否已经做好准备 迎接好运的到来 没错,从今天开始 这几个幸运儿们的人生 将步入正轨 财富将滚滚而来 不再安于现状 不再忧心忡忡 今晚过后 你们的财运将如丝般顺滑 赶快来迎接 一生肖猪生肖鼠猪的人 绝对是一个特别聪明 而且特别有 努力精神的一个属相 只不过在之前的一段时间里 生肖鼠猪的人 虽说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但是由于自身运势的欠缺 日子一直过得十分劳累 过得十分辛苦 不过在往后的日子里 生肖鼠猪的人 便能够连连发大财 到时候钱财再也花不完 日子越过越富贵 再加上风水命局之中 生肖鼠猪的人 有鹿和太岁的生财之力相助 使得生肖鼠猪的人 再也不缺钱 也不差钱 从此过上富贵有钱的好日子 鼠猪的人今天后 将会喜事连连 财运不断 富贵想不尽的 不愁吃穿 从此发财根本就停不下来 属猪的人福运亨通 一切事宜自然顺畅 从心底里喜洋洋 事事如意纵横行 而且近期属于猪的人 会遇到伤机 从此财源滚滚而来 如同涓涓细流 会聚成了江河大海 不仅是抱负一夜间的梦想 更是持续不断的财富增值 美美思极 心中不禁涌起一阵 幸福感和满足感 二 生肖狗属狗的人 他们做事情 往往追求极致的完美 歹人诚恳 说一不二 并且他们胆识过人 往往能够做成别人 不敢做的许多大事情 最近运势 对于他们来说十分优秀 今天后运势逆袭 能闷声发大财 钞票成山 金条遍地做妇人 天命轮回 时运转换 属狗之人运势 将迎来腾飞之势 如凤凰涅槃 再度翱翔于蓝天白云之间 财运不断攀升 宛如滔滔江水 绵延不绝 届时金钱收益可观 物质风盈 自不必说 好运集中于 今年中旬月份 已拨三折 风起云涌 如暮春风 幸福感倍增 时来运转 机遇来临 横财连连不断 大将呼之欲出 显然不是难事 此外 生肖狗的人 有月老牵线搭桥 处理事情冷静老城 万事大吉 他们不管 在什么行业当中发展 都能取得不错的成绩 财神爷将会登门拜访 有望一改早前横财运 不是很理想的情况 还会遇到真正相伴 自己一辈子的真爱 所以好生活还能持续下去 生肖狗的人 横财临门 祥云天上绕 工作如鱼得水 今天之后 生肖狗之人各种喜事 将接二连三进家门 一扫身上霉运 与东众麻烦的事情 在赚钱方面点子特别多 天才也会接二连三到来 满腔热情 宽厚善良 学富五车三生肖杨属羊的人 才华众多 他们能言善辩 可以靠优秀的口才 迅速获得别人的认可 今天后运势逆袭 能闷声发大财 钞票成衫 金条遍地 做富人对他们来说 都可以说非常简单 今年是他们财源旺盛 福气充盈的年份 蜀羊的人天生 拥有一份不雕的芬芳 像蒲公英一样飘散在人间 在未来的岁月里 各种小人肆虐 纷支踏来 但是他们 却无法动摇蜀羊人的命运 因为他们拥有天赐的坚韧 仿佛是一条沉睡的河流 不动如山 却汇聚住 源源不断的生命力量 只要小心天灾 等不确定的灾难 必然财源广进 大吉大利 四 生肖猴鼠猴的人 聪明机灵 善于投资 特别是在年初 不管你是创业者 投资者 还是想要跳槽的 都会遇到好的机遇 而且还会得到贵人相助 事业和生活豁然开朗 从今天之后 他的财运 红遍了整个天空 他享受住无尽的富贵 不用再为吃穿发愁了 只要他抓住 这次宝贵的机会 钱财便像小溪水一样 源源不断地 涌入他的钱袋中 多到数也数不完 此外 生肖猴的人 顺利渡过难关 强力行动 让自己的生活精彩分成 而且还可以抓住 许许多多地赚钱机遇 生活风生水起 红运当头 生活富贵无忧 孤单是因为你心里没有人 寂寞是因为你心里 有人却不在身边 生肖猴的人不管做什么 都习惯速度解决 会把很多精力 都放在工作上面 今天之后 生肖猴之人 财源滚滚滚 事业攀升 获得财神爷关照 他们会给朋友 无微不至地关心与照顾 财富赚得盆满钵满 五 生肖马属马的人 性格刚毅 胆过刚一社 长期以来财运不佳 经常捉襟见肘 日子难以为继 今天真是个 喜气洋洋的日子 红红火火的 喜事连连 富贵不断 让人感到十分幸福 不仅不愁吃穿 更是迎面而来的 如云的好运和富贵 甲中紫气阴晕 生机盎然 好像每个角落 都弥漫住 浓浓的幸福气息 这份持久的幸福 不会轻易散去 会持续稳健一段时间 让我们享受 更多的快乐和富足 此外生肖马的人 做事情有条理 横财如雨 勇于行动 在与对方阐明心意之后 他们会收获一份感情 财员滚滚 事业攀升 获得财神爷关照 每一天都能够保持 平和的乐观心态 生肖马的人极心照耀 好运一触即发 今天之后 生肖马之人身上 有助很强的自主精神 好事接踵而至 机会不断 财富赚得锅满盆满 生活迈入新台阶 六 生肖鼠的人 七 性格活泼 天真 浪漫 好的性格 让他们比较容易 获得别人的注意 他们有优秀的 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 与鼠鼠的人相处很容易 就能够和他们成为好朋友 而且鼠鼠的人 天生不会为钱财发愁 有财运让他们经常 能够大法一笔 只要有心 他们能够发现许多 别人意想不到的伤计 纳摩大慈大悲观 是因菩萨 保佑诸位全家 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凶化吉 神志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敬 笑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年年有余 世事顺心 万寿无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心里容不下别人 这五大生肖男结婚后 心中就只有老婆 绝不会出轨 把家庭放第一 世界上有许多不同的生肖 每一个生肖 都有其独特的特点 但是有一些生肖的人 似乎特别注重家庭 他们中的一些 甚至完全没有情人或约会 这五大生肖男 就是属于这种情况 第一名 属属男性 属年男性是十二生肖中 最为理性和现实的 他们非常注重家庭和婚姻 认为家庭是一个人生命中 最重要的部分 因此 他们可能更倾向于 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家庭中 而不是花费时间 在约会和感情上 第二名 属兔男性 兔年男性通常被认为 是非常善良和温和的人 他们喜欢与他人和睦相处 并尊重每个人 对于他们来说 家庭是一个人生活中 至关重要的一部分 因此 他们希望能够与伴侣 分享自己的一切 包括时间和情感 第三名 属马男性 马年男性通常非常 热情和充满活力 他们喜欢冒险和挑战 他们认为 一个人的生命中 不一定只有爱情和浪漫 还有更多其他的东西 如事业和兴趣 因此 他们可能会更注重 自己和家人的事业发展 而不是花费时间 去寻找情人或约会 第四名 属鸡男性 鸡年男性 通常非常诚实和直接 他们喜欢坦率和直接的交流 他们认为 在感情和约会方面 信任和诚实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 他们可能更倾向于 与伴侣坦诚相待 而不是依赖于情人 或约会来建立互信关系 第五名 属鸡男性 鸡年男性通常是非常忠诚 和有责任感的人 他们非常重视家庭和婚姻 认为这是一个人 应该付出的责任和义务 因此 他们可能更倾向于花费 更多的时间和心力 在家庭中 而不是去寻找情人或约会 这些生肖男被认为是 对家庭和婚姻非常重视的人 他们在追求爱情的同时 更注重自己和家人的幸福 他们愿意花费 更多的时间和情感 来维护自己的家庭 而不是去寻找一个 不稳定的关系 他们愿意与伴侣共同建立 稳固的家庭和关系 而不是追求短暂的浪漫 纳摩大慈大悲观 是因菩萨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 及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兄化吉 神志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敬 笑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年年有余 世事顺心 万寿无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留下自己的心愿 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 自立等人 大愿就可以实现 那下 大愿